一张就A就行了 再等下Q-CD再一个Q 打到一个800减直接撑就拉开 走外A这蛤蟆一下 两下三下连蛤蟆带两发飞一起乱 再边把这蛤蟆往下拉点 拉到这位置W扫他 一张就A就好了 等下Q-CD哦 打到一个100滴血 打土舌头 土舌头一瞬间我们直接拉开 走到这位置等蛤蟆过来 然后再连蛤蟆带三郎一起乱 W扫一下再拉下来 打问号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一来我直播间就打问号 没有借你来解游老师直播间打问号啊 主播这个就是 就是当你有很多兄弟可能不知道 我头上的是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 当你玩了一万场凯影之后 你的头发就会变成红发 你的头上就会伸出鸡脚 甚至会中分 懂吗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做到真正的人海合一 之五魂真身境界 懂我的意思吗 打到一个400滴血 400滴血就可以走的 没事 这波等W去收 A两下 一个W回了 WQ 连红带石头人一起收 对 然后这波站在A就行 一个A接QA 再一困 下路正好打起来 下路正好打起来 我们又来了 来了老弟 起飞 爽 这波爽啊 这下来白白抠两个头啊 我的妈呀 这把又起飞了 我只能说 但是我不知道对面双组有没有闪 问一下队友 对面双组有闪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闪啊 没闪的话可以再抓一波的 算了 这波队友状态太长了 回家吧 回家下一波来吧 先回家补装 没有 现在剩下钱很多 回家买个这个 然后再买个这个 再买个这个 然后再买个这个 OK 然后就可以出门了 然后这波直接绕下去 抓他们两个人 这波直接不要去刷野怪 刷野怪只会浪费你变身的时间 咱们这一波直接从河道绕过去 从河道绕过去到他三角草 不要从这边走 从这边走大概率都是有眼的 贴着墙走 好他们现在走过来了 这我不知道 对面还不知道我在这 等对面 等对面先露头啊 他应该在这边看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在看什么东西 等对面先露头 我们蹲在这位置 他们是不知道我在这 我这位置卡得非常之刁钻 急了 够急够急的啊 这剑山人急什么呀 我怕 吓死我了 这种是什么感觉兄弟 我给你形容一下啊 就是就是在你蹲坑的时候 突然有人从后面牵连杀杀你一下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怕太吓人了这件事 就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啊 我怕 就是你在蹲坑 蹲到一半 后面有人突然牵连杀杀杀你一下 人都给吓死了 这波回去刷上半野区行 老实了老实了 下路不要杀这么快啊 你杀这么快的话 我很难 我能量变身啊 我靠 这个阿里有三段位 又不好抓 只能抓对面双人组 剑山这波在上路 剑山打的他 100%剑山打的 这波回家 剑山没大招 剑山没大招 可以救他一下 看到阿里那一刻 直接掉头回家 阿里没来我还要打算过来 阿里来了 我直接掉头回家了 不做任何一丝空间的浪费 回家买个这个魔宗 再买个这个 烤菲尔的战锤 哇 咱们直播间现在70人了吗 个妈呀 这么多人 没见过啊 我们大家可以点点赞吗 我们现在点赞1.6万 我们点到一个2万赞好不好 点到2万赞我这把变身给大家发个大福袋 行不行啊兄弟们 一人点三下应该就够了 一人点三下我们 呃 点到2万给大家发个大福袋 啊 好不好 绝对比上波那个全民服带大好吧 对面双子怎么又回家了 等等我啊等等我啊 直接蹲 我就不相信这戒战还在 别着急 别着急 哎我这边好像我一眼这波得直接上来 先惩戒Q接W扫R进8秒 然后再A接闪线拉开 哎 没事队友能杀这个都督的 怎么要点投降呢 对 来 敬赞分享直播 今天兄弟们 带你们感受 我们现在进钻石集中啊 咱们这一把变身兰卡之后 如何carry 这一波我们大家都是有优势的啊 咱们虽然没有去拿草虫 但是我们双组已经把一塔推了 健身去中路守 我们这波直接打小龙琴了 我跟大家说过 这个版本打野 什么资源最重要 火龙魂 和一个远古龙 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 就火龙魂和远古龙最重要 大龙的话都没有这两个一半顶 所以这把是火龙魂的听牌面 我们选择直接拿下 然后我们这把对面是有护盾哦 对面有护盾的话 我们第二件装备出巨蛇之牙 第一件出幽默 第二件出巨蛇之牙 这个位置的话 剑魔出的是粉天 粉天今天刚得了一波小加强 加强了5点的攻击力 也算是一个OK的 这波往上路靠一下 剑魔还要追 这位置的话 瑞文直接翻墙上去 瑞文翻墙上去 所以我们都会比较上的 把蛤蟆打了 瑞文要回家嘛 瑞文回家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来搞的呀 那瑞文回家了 我们就把这波线给吃了吧 吃了这波线就回家吧 完了 我吃了这瑞文这波线 瑞文好像不开心了 兄弟们怎么办 我感觉他要去打我红buff的 我感觉他已经要去打我红buff了 感觉他除了打我红buff 没有什么报复我的行为了 给你给你给你 给你狗叫狗叫狗叫 给你给你 套你猴子的 杀人去了 谁跟你在这里 位置这一个红buff 在这想这么多 我直接去杀人 给他他又不打 我套他猴子 给你给你给你 都给你都给你 有猫病 你不吃是吧 你不吃我吃 我套 你干啥 你跟 你跟对面 拉扯呀 你在跟我拉扯什么 你要吃给你吃啊 我套他猴子 你吃不吃 你要吃我给你吃啊 我又不说不给你吃 你真的 真浮了一天天的 你跟对面拉扯去啊 我套他猴子 我直接去 我去杀人去了 我还跟他拉扯呢 有点莫名其妙 吃他一波线不可能 吃他一波线不完了 对吧 你要吃给你吃 又不是说不给你吃 我有那么小气嘛 我吃你一波线 你要吃我一个野怪 对吧 给你吃呀 我又无所谓 我只是杀人群 跟我拉扯半天 有什么好拉扯的 打露露 露露交惨 真神打我 真神没大招 发条拉了一下 露露给大招 A招到先进 等露露 拔出来直接带走 然后再一个W 我回头上去 一坤带走露露 小气鬼 你看发条就没事 吃你俩下咋了吗 一个我都要C了 我都一个7-1的开音 我吃你两波线咋了吗 对不对 你要是不开心的话 你吃我野怪 我也无所谓的呀 小气鬼 不给拿吼 不给拿吼 只好假服 大家还有个6分钟 大家没有参加兄弟们 赶紧参加一下 好吧 还有个6分钟时间 大家没有参加兄弟 赶紧参加一下 这个代服 比刚刚那代服翻了两倍呀 刚刚翻 刚刚那代服 我靠 直播间有100多个人参加 这个代服翻两倍 怎么只有三个人参加 什么情况呀 咱们家ADC怎么一直掉线啊 咱们家ADC怎么一直掉线啊 这波感觉并不是很好打 我感觉这日文可能在旁边会演我 我不要跟他 我不信任他了 我想他 我现在很不信任这日文 我感觉他要演我 我跟他待在一起 他可能会把我卖的 所以他在的地方 我不上 嘿嘿 发起攻击 秒 其他的龙魂 其他的龙魂啊 或者其他的那些啥 其实并没有 就是 如果你是大逆风的情况下 兄弟们 如果你逆风很大的情况下 就是其他的这种东西 你拿不到就可以 也没必要一定要去拿 除了火龙魂和远古龙 你需要去拼夺 抢一下 其他的如果你实在拿不到 就不要去拿 给自己多加点发育空间 上大龙的话 其实都没有那么厉害 其实这版本 就是大龙拿到很难 就是说有一波 结束比赛的能力的 冰龙魂的话 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强 冰龙魂没有加很多伤害 你们只是感觉 冰龙魂加伤害 其实并没有加特别的多 霸王龙加强了一点点 加强了 也就加强到一点点 也就加强到一点点 说一点点就一点点 你闷着良心问 你那个霸王龙有上版本 大龙厉害吗 对不对 说一点点就是一点点 这马应该可以骑个龙 可以骑个龙 这波大龙要刷新 对面 两个人往下走 两个人往上走 十个关台 用我们一边刷一边 用我们旁观十个关台 小地图的动台 这波蹲在这里 绝对会有个人 对面剑魔出了什么鞋子 不假鞋 不假鞋 杀不死 看一下狐狸在哪里 杀狐狸 W刷 一点加速WR 接近拔出来直接秒 再见 打大龙 对面人都在下摆去 咱们直接打大龙 等的就是你啊 你又在等什么呢 宝宝 不要怀疑 没错就是你 那剑魔有不假鞋 有包秒 我都没有大穿甲 我都没有大穿甲 可以秒这剑魔 没大穿甲秒不了 就等狐狸出来就行 回家给大伙齐个龙 好吧 打完战狼buff 给大伙齐个龙 打个小哥 卖一下吧 卖一下 直接买大穿甲刀吧 这一波 来 BG按摩 等一下 BG按摩 给我 算了 想不动了 哈哈哈 为什么霸王龙可以买鞋子了呀 霸王龙可以买鞋子 刚刚 他之前不是不能买吗 现在能买鞋子了吗 啊 这个龙是能买鞋子了 是什么意思啊 能买装备是什么东西啊 等小兵过来就行了 嘟嘟他两下 墨鱼飞弹 嘟嘟两下 等小兵过来 然后跟小兵开个强化 上去直接点塔就行了 霸王龙直接点塔 无所谓的 这种对面 恶龙咆哮 闪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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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他放了一个最不该放出来的人 这种对面的